五一过后,尽快牵插六种花,沾土生根,别错过,五一过后,全国各地气温都能达到30度左右。 在这种情况下,属于花草生长旺盛期。 花有没有的忙了,既要给家里的花花草草施肥、浇水、翻盆,还要给家里添置新的植物。 这段时间也是植物牵插的黄金时间。 牵插花草,一来可以增加花卉品种,二来还可以起到备份的作用。 除此之外,五一过后,气温很适合花草的成果。 大家好,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 花花干啥啥不行,养多肉第二名。 今天分享一下,五一过后,需要尽快牵插的六种花,错过要等一年,快来看看你家有没有吧。 1.天竹葵 五一过后,天竹葵又会迎来一个花期,因为这段时间气温还不太高,而且通风比较好。 可以说,很有利于天竹葵的生长和开花,轻松一养就爆盆。 天竹葵的牵插方法,一,挑选当年或上一年增长的枝条,而且挑选健壮的。 这样的枝条生命力旺盛,更容易牵插成活。 枝条的长度在8到10厘米左右,下面剪成马蹄形,然后放在明亮的通风好的地方晾晒。 因为天竹葵的精肉肉的,直接牵插容易烂根。 2.伤口干燥后再进行牵插,使用的土壤可以是腐液土,原土和沙混合好的土壤。 如果没有这些土壤,也可以购买花卉专用土。 3.牵插的时候,在土壤中间挖一个小孔,然后把天竹葵牵插在里面,深度在枝条的1分之1或者1分之1左右。 4.埋好土焦透水后,放在散射光或者明亮的地方,而且需要做好通风。 等天竹葵生长后,再进行打顶摘芯,让天竹葵长出更多的侧枝,开出更多更美的花。 2.三角梅 五一过后,很多花友的三角梅都已经开花。 开花过后的三角梅也需要进行修剪,修剪下来的枝条还可以进行扦插。 如果家里没有三角梅,但又想养的话,可以像其他花友要一些枝条,这样就省去了买三角梅的钱。 三角梅的扦插方法 1.挑选少年生的三角梅枝条 这样的枝条圆润饱满,有营养,有助于后期扦插成活。 枝条长度在10厘米左右,修剪的时候,下面直接剪成马蹄形,这样才能让枝条接触更多的水和土,有利于生根。 把上面的叶子去掉一部分,因为叶子太多,水分蒸发量快。 2.扦插三角梅,可采用水培的方法,也就是把三角梅的枝条放在水中,然后加入少量的生根粉,当三角梅枝条长出根后再移栽。 3.移栽三角梅,使用的土壤可以是营养土,也可以使用我们以前养花的土壤,再加入少量的营养土。 5.在土壤中添加一些复合有机肥,因为这种肥温和,不烧根,还能让土壤松散透气,更有肥力。 4.上盆后放在散射光的环境,不要拿到强烈阳光下暴晒,很快就可以生长很旺盛,当年就能开花。 3.月季花,每年到了五一的时候,很多地方的月季花都开得正好。 4.月季花开花过后,我们可采用牵插的方法,给自己增加一些新的品种,或者是备份。 5.月季花牵插方法 1.牵插月季花,只需要在月季花开花过后,留下枝条下面两对叶,上面全部剪掉。 5.然后再去掉上面的残花,就可以拿来牵插了。 6.使用的土壤可以是核杀,也可以使用花卉营养土来牵插,这样成活后不用翻盆,因为有营养,可以生长得很好。 3.在土壤中挖几个小孔,再把月季花枝条牵插在里面,深度在月季花枝条的二分之一左右。 4.浇一次透水后,放在明亮,通风好的地方,土壤变干后,浇一次透水。 如果叶子多,可以去掉留下一半的叶子,两片左右就可以,这样很快就可以成活。 4.多肉 5一过后,天气还不太热,趁这段时间,赶紧牵插多肉,不仅可以备份,而且还可以从花有那里要一些新品种,来让自己的多肉大军更加壮大。 多肉牵插方法 1.牵插多肉,不仅可以采用叶子牵插,还可采用枝条牵插的方法。 就比如,牵插稀材树和黑法师,就是用了枝条牵插。 2.取下枝条和叶片以后,放在衣粮通风好的地方晾晒,伤口干燥后就可以进行牵插。 3.牵插多肉使用的土壤,可使用小一些的颗粒土,或者是多肉营养土。 4.使用小一些的花盆,把土壤添加在花盆里面,距离花盆边缘两三厘米左右。 然后,把叶片瓶放在土壤上,如果是枝叉,就把枝条插入土中,然后盆涂表面喷水,放在散射光或明亮的地方。 很快就可以生根发芽了。 5.太阳花 太阳花品种多样,重拌的太阳花好像牡丹花一样,活色天香,雍容华贵。 喜欢太阳花不用买,要些枝条就能牵插。 太阳花的牵插方法 1.枝条的长度在8到10厘米,放在通风好的地方晾晒伤口,不要暴晒哦。 2.土壤可使用我们养花的土壤,因为太阳花对土壤要求不严。 根据太阳花枝条的数量,用筷子在土壤中插几个小孔,然后再把太阳花枝条牵插在里面。 3.埋好土焦透水,放在凉棚下面,或者是遮阴通风好的地方。 等生长后,再开始修剪打顶,这样就能让太阳花很快地长出更多的侧枝,然后开出爆棚的效果。 5.1过后,这六种花需要尽快扦插,粘土生根,千万不要错过哦。 以上是花花的观点,不同意见,请留言交流。 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,请点赞,关注并多多转发。 感谢观看,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。 我们下期见! 感谢观看,感谢观看,感谢观看,感谢观看! 感谢观看,感谢观看!